同志们好 夏天就是夏天了 刚才又去丢酒瓶子了 两个手拿了都是不高兴提袋子 很热 现在是8点42 马上去给同事买点吃的 因为他每个礼拜二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接货 接货的时候呢 他一般都不敢买东西 因为他车子不好停很多的时候 而且就想快点回来嘛 所以就没有吃 而且每次我都坐人家的车子的 所以呢 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给人家买点吃的 有的时候我都起不来 但星期二嘛 他就 中午都吃不了饭 所以买点面包袋子 也是一番心意嘛 同事之间不就是相互帮忙的嘛 赶紧 还能赶上时间赶紧去买 面包袋 我来挑一个 给同事带着 现在呢 S班 从昨天开始 我做的时候就很滑稽 是怎么的呢 都在一条线上 那边不走了 估计那边在修路 所以要等很久 一趟车 就是来也是一趟 去也是在那一趟 这一趟 本来的车子应该停在这边下 现在从那边下的 你看看 就是因为这个 吃饭就是我的 午饭没有素菜 等我吃个 盘子 看我下班了 现在真的是太危难了 是坐S班 就是地铁时间太长了 你看 从我这边走过去 等会从那边来车 也是在这边走 都在车子到刚走 看看同样的又来了 刚才我老公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说 现在 他是想干嘛呢 准备晚餐呢 还是怎么的 走回去 等以后闺女来了 就带着闺女一起走路了 溜溜溜溜溜溜每天 我把韭菜给割了 再不割的话 韭菜就老了 你割一下子 也要这么多了 要不少了 上次我的朋友不是 又给我寄过来了吗 寄的这个韭菜根很大 你看这些韭菜 韭菜它会发的 就是一根串两根 两根串三根的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要我爸舍得 这个沙拉的酱汁让我来做了 我做的很简单 就是放了 橄榄油 然后放了一点胡椒 放了一点鸡精 盐等会放进去 不然它会出水 开始吃晚饭了 对 咱们都没放 自己想吃多少就加去吧 准备要开吃了 天天吃烧烤也不错 毕竟 他有个男人伺候你 嘿嘿 也还可以啊 我家的这边 坐在外头 我觉得挺好看的呢 大家觉得呢 肉好了 这个这个吧 这个这个吧 这个less black OK you cut a little bit I want to see if ok了 OK 看切开了 看着这个挺好的 是吧 坐在外头 现在感觉真爽 等我家闺女来了之后 就要给她准备 她喜欢吃的菜喽 她应该也喜欢 接受得了西餐 我家闺女也喜欢吃肉 跟我一样 脾气也爆得不得了 看看我现在要给花浇水 干嘛 你看这个干的 你看都发黄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我家的花园里的水都浇好了 看看 她在吃奶闹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关于我女儿的事 过来的话 就是现在机票已经订好了 但是你要到这里登记嘛 要拿她的居住证 居住证呢 我们这个办的外管局太慢了 本来是五个人上班 现在变成三个人 她要到我们的预约的时间 也都排到明年一月份 那肯定不行的呀 我老公就说 她说怎么办 她说可以给你一张纸嘛 写好的 你是合法定居在这里的 然后呢 我老公就不知道为什么 她说因为本来是五个人的 有一个人一直生病 一个人 辞职了 就像杀了 还动不动 经常还有人 哎呦 还有经常有人 感染了 感染新冠 所以呢 现在办事件很慢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乌克兰人过来 所以办得特别特别慢 人特别 事情比较多 人又少 忙不过来 还有就是我女儿过来上学的问题 德国跟咱中国不一样 她是上学的话 她有三等学校的 要看她分数 所以呢我跟我女儿的班主任 也聊了 赶紧给我女儿一个成绩报告单 但是我女儿如果来了德国之后 她在中国的学籍 所有的 注下掉了 就没有了 因为她已经不在 这个 就是 里面了 就不在 她不属于 中国上学的范围里了 你了吗 然后呢 我女儿先要学语言 学一年 然后考试 再分班 大概就这么的情况 其实也不难 如果是 没有乌克兰奶的话 我估计我女儿 签证办得还更快一点 我们的欧巴罗的这个 还挺好吃的 大概差不多就这样 不过如果你们有谁家里头的小孩子 要过来的话 还是最好就是 问一下你们当地的 你们的外观局啊 各方面学校啊 都要问一下子 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也不能跟我们这里比 我们这里可能是这样 你们那边可能另外一个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因为我等会马上洗 早去喽 明儿还得上班喽 炒个韭菜去 好了 做大家晚安吧 咱明天见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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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